男人贴团Super Junior 周末两天将在高雄巨蛋开唱 亲民的他们不走VIP通道 而是经过街机大厅 让粉丝捕捉更多画面 走在最前面的始源 疑似既得台湾保镖 还集权问好 而他跟神童以及戴着耳朵的利特 组成的分队才刚到其他地方演出 三人穿着打歌服亮相 而东海一声银鹤立续 则是轻便现身 至于龟贤则是提前一天来台 喜欢十几人 怎么说 你们最喜欢谁 最喜欢东海 最喜欢银鹤 因为他很可爱 而且他跳舞很厉害 说话也很好笑 台北 新竹 为了追星冲那么远 对啊 因为就是很喜欢他们 而且他们也很爱台湾 怎么说爱台湾的 就是他们今年就已经 目前已经公布要来五四左右 对 所以就是为了他们还是要南下支持 因为他们很久没有走 就是外面 基本上来台湾 就是去台北的话 就是桃源 一定是VIP 所以基本上看不太到那么近的机场路 粉丝南下追星一口气连埋两场演唱会 就为了多看偶像极眼 不少人都是追了十几年的死忠粉丝 有韩流帝王称号的Super Junior 已经出道18年 睽違是三年再冲高雄 虽然没有全员到齐 但是今年成员将以不同形式的组合 预计在台湾演出五次 喜欢Super Junior的粉丝 将有更多机会看到心中的欧巴 欧巴沙拉黑哟 林医生成员心理树民高雄报道